你好,这里是张灵视野 以色列军队攻入加沙市中心 两万恐怖分子,无影无踪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7日表示 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攻入了加沙市中心 这是加沙地带的主要城市 甚至是唯一的大城市 目前以色列军正在逐步缩小包围圈 而且呢,据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 说哈马斯的首脑西文尔也被困在地下碉堡中 虽然他一直企图逃脱 但是呢,都没有逃脱掉 最让人惊奇的是呢 哈马斯以前鼓吹的巷战,人民战争通通都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加沙地带呢 它是一个高楼林立的城市 高楼林立的城市如果你决心进行抵抗的话呢 那是对于进攻者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所有的高楼上面你放上狙击手 就可以大击在你那个街道里 在狭窄的街道里通行的敌方的军队 你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近代史上著名的巷战 像马德里巷战 还有史达林格勒巷战 还有这个列宁格勒巷战 还有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巷战 可以这么说呢,进攻者都吃了八亏 因为呢,实际上人类最强大的堡垒呢 就是这些传统的民房,这些楼房 因为呢,你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炸弹或者炸药 说是建到一个楼就把它摧毁 所以那时候呢,德军也没有办法 只能呢,用坦克去进攻那些 在进行巷战 而坦克呢,实际上在巷战当中是最容易被摧毁的 比如说你从上面用炸药包丢下来 都可能把坦克的履带炸毁 因为坦克的上方呢,属于它的薄弱环节 坦克最后的专家在它的最前方 其他好多地方都是薄弱环节 你可以攻击它的履带 你可以在巷子里面埋设反坦克地雷 而且呢,现在呢 这个反坦克火箭筒呢 也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 你要在原野当中呢 坦克老早就发现你开炮把你摧毁 就是说呢,你射的不准 不像美国的这个反坦克火箭 那么准确 那么在远距离就能打得很准 你这个巷战当中呢 可以说是巴勒斯坦的那些武装分子 完全可以就是躲在你隔壁的窗户里 注视着你坦克 然后在几米之外的窗户里 一下子就把你射中 所以说呢,巷战呢 应该说是对乙军最为不利的 这也是乙军磨磨蹭蹭半个月 才进入加沙市中心的 可以说是唯一的原因 因为他们害怕巨大的损失 因为内塔尼亚湖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遭到国内呢,可能超过一半的犹太人的不满 就是这些人呢 先是指责他企图加强整理的权力 搞什么司法改革 就是让议会和法院呢 就是说呢,好像更次要一点 这个呢,这个内塔尼亚湖已经得罪了 差不多一半的犹太人 现在呢,这场战争呢 很多犹太人认为也都是他的这个玩忽职手 就是没有提前警惕到,注意到 而爆发了这场惨剧 还有一个呢,跟他呢 推行比较右翼的强硬的政策有关系 因为这也会激怒一部分巴勒斯坦人物 从而呢,使得更多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倾向于发动恐怖袭击 所以说呢,内塔尼亚湖现在 既要完成他的战略目标 就是说占领加沙,管理加沙 在一定时期内呢,清除掉哈马斯 但另一方面也要尽大,最大可能 能够避免伤亡 目前呢,这个人民战争呢 实际上呢,本来也是很厉害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民,那个贝鲁特 美军是实际上最强大的 美军在几个城市都曾经狼狈地撤出来 一个是贝鲁特,就是黎巴勒的首府 另外呢,就是那个索马里的首都 摩加地沙 美军在这两座城市都遭遇巷战 这个人民战争和巷战 你比如说在黎巴勒 美军一次被消灭了三百多 就是因为他的,就是 伊斯兰武装分子又埋设了炸药 而在这个摩加地沙呢 那个,当时呢 那个索马里的军阀 就是诱骗 他们先是出兵包围了巴基斯坦的一个连 然后呢,目的是诱骗美军的另一个连 一百多人 那一百多人呢,因为接到救援的这个情报 不知真假 就急急忙忙前往 但是他们前往的路通都要穿过一个菜市场 结果在菜市场里面呢 美军呢,没有防备 旁边的那些菜饭呢,突然都端起枪来 就向美军扫射 尽管那时候美军也穿了一些防弹衣 但是呢,对方的枪手比你美军多得多 那几千名菜饭实际上都是恐怖分子 一口气就把美军打死了一大批 所以说呢,美国总统一看苗头不对 因为美国最怕的呢,就是人民战争 另一个呢,就是害怕巷战 所以说呢,美军就紧急撤出了 实际上呢,所以这次呢,人们奇怪 这个哈马斯信誓旦旦的巷战和人民战争 通通都没有了 就像当年呢,中国的张昭州教授说呢 美军一旦进入巴格达将会遭遇到人民战争和巷战 结果发现呢,巴格达的伊拉克军队都已经 要么投降,要么逃走 没有人认真抵抗 所以说呢,现在呢,在加沙地带发现的情况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多达两万的恐怖分子哪里去了呢 简直无影无踪了 难道都躲入地道了呢 目前呢,以色列军方呢,只能假设呢 这两万恐怖分子呢 都已经躲藏在地下隧道里面 所以说呢,现在以军下一阶段的任务呢 就是摧毁这些地道,摧毁这些恐怖分子 另外呢,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北部的一所学校和青年周期内 发现了一个哈马斯的火箭弹发射基地 其中储存了大量弹药和发射器 另外呢,还要在北加沙少年活动中心 也被哈马斯变成了恐怖袭击中心 以军呢,就是说呢,记录到从这个地方发射的火箭弹就多达五十米 以前呢,以军的大炮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你什么地方发射出火箭弹 它的大炮呢,就能准确地回击你那个发射点大概一米左右 后来以军的回击发现经常扎死一些青少年 然后呢,国际舆论选择,所以以军不敢用这种火箭弹点打炮进行还击了 就是,这也表明了哈马斯呢,都是非常狡诈的 就是说他们总是把平民当成盾牌 把这个,这个,就是说呢 总是把这个人民当成盾牌的使用 这个呢,实际上是违反道德的 作战就是作战 你说你把这个老百姓,尤其把青少年把儿童当成盾牌 老是把这个五方基地设在这个青年中心,少年中心 设在医院,设在红十字会 这是非常非常野蛮的行为 就这种野蛮行为呢,就证明他们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 而且呢,你阿拉伯人有好几亿 穆斯林有十几亿 你怕什么几百万 以色列人呢,你正大光明的跟人家干嘛,对不对 没有必要这个伤害人民嘛 那么多的人,你去欺负人家不足你们百分之一的犹太人 想把他们赶进大海,想把他们赶进灭绝 你还用这种被龌龊下流的手段,就有点太过分了 另外呢,这个就是 我给大家分享一段以色列雄狮杀龙的遇见 我们记得杀龙呢,曾经是以军将领当中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 而且后来他担任总理 2005年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 耐斯访问以色列,在沙龙的农场家中吃早餐 然后在席间的时候呢,沙龙就谈起 以色列呢,从加沙地带撤退以后呢 说巴勒斯坦人能可以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临近地中海 一边靠埃及,另一边靠以色列 而且呢,那个地方的基础设施非常好 所以说呢,能够 而且拥有了世界各地的支持 各种各样的援助 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繁荣的国家 他能够成为类似黎巴嫩那样的一个地方 一个城市共和国 或者说,他至少会成为一个新加坡那样的一个富裕的地方 但是呢,沙龙最后说呢 但是他们呢,也面临两个问题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问他的政治顾问 说杜比,这个思学诚信,这个英文怎么说 这在旁边吃沙拉的这个政治顾问呢,吓了一跳 这个沙拉噎在嗓子里面咳嗽的说不出话来 旁边呢,一位美国专家呢,知道这个词 他把这个英文词呢,告诉了以色列总理沙龙 沙龙就说呢,这两个问题是,第一是呢 他们思学诚信 因为我从小就住在他们中间 非常了解他们 第二是他们奸诈无比 听到这句话,赖斯也异常吃惊 他也被呛得了 结果咳嗽了好几分钟才缓过进来 因为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国务卿 他实际上是熟悉黑人里面的一些道德不良的行为 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个巴勒斯坦人也是这个样子 而且呢,似乎更严重 所以呢,咳嗽完毕以后呢,乃斯惊魂未定地问沙龙 说他们全都这样吗? 沙龙说,是的,他们全都这样 或者说呢,大部分都这样 主体是这样 实际上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加沙地带没有民主的原因 因为呢,加沙地带的那个巴勒斯坦人呢 实际上都是来自中东各地的一些流亡者 就有点像新加坡人一样 就是说呢,他们都是为了寻求一点能够生存 能够好一点的生活去跑到那个地方去工作的 就是整个巴勒斯坦人,因为以前是英国统治 我们都知道英国统治呢,总是能够吸引人民 就像,比如说英国人把香港,把上海,把新加坡 都从不毛之底变成了东方的大兜会 同样,英国人在世界各地也都是这样 在中东地区,在加沙地带,在里巴勒也不例外 所以说呢,那个地方的人呢 他到了以后呢,他就变得很鸡贼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最鸡贼的人 最狡猾的人是上海人 因为他们总是一方面呢 他们获尽了这个英国殖民带来的好处 另一方面呢,他又是回过头来呢 总是用欺诈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内地人 总把中国内地人当成乡霸佬,什么都不懂 当然上海里面也有一些出色的人 比如像李国焘呀,像他们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很少聊聊屋底 简直就像大海里面的几滴水一样 而大部分人呢,都是很狡诈的 总是把其他人当成傻瓜一样 来想方设法愚弄 来割韭菜,来赚你的钱 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 加沙地带呢,有有一切有利的条件 联合国那么多的帮助 就是说你光修那个五百公里的地下隧道的那个钱呢 都足以让加沙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了 但是加沙人民呢,这个的确呢 他们呢,就是说呢,没有能力来维持 或者建立一个民主制度 他们最后呢,只能够接受恐怖统治 也就是说在加沙地带呢 你只要有人组成了一个恐怖集团 黑帮集团,一个黑社会集团 他马上就对所有人构成威胁 然后呢,黑帮集团再收买其他的一部分人 这样他就能够很顺利的建立他的这个 就是恐怖统治 所以哈马斯就这样 就能够控制住加沙地带 控制的财源,控制财富,控制人民,控制学校,控制 所有的一切,最后呢,就把加沙呢,变成一个邪恶的中心 这个道理也跟哈那个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是类似 因为在这些国家,这些地方呢 世界上有很多人民呢,我们也得承认 我们一方面呢,我是一个反种族者 我不承认这个种族呢,有着不可克服的界限 因为我在美国看到了黑人的成功 我也看到了印第安人的成功 尤其我看到了爱尔兰人的成功 就是放弃了自己本国文化 接受了西方文明,英美文明的爱尔兰人 在美国的成就是第一大的 所以呢,我就确信呢 就是说呢,人类之间呢,有差异 但是呢,没有主要说不可逾越的界限或者障碍 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得承认 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呢,不一样 如果你要是忽略这个认识的话 那你会吃尽苦头,倒进大美 就像美国呢,在越南战争当中 现身几十年 差不多十几年 在这个阿富汗战争当中现身二十年 都花了累计可能花了十几万亿美元 然后呢,还有大量的美国人 曾经上班的美国年轻人 白白上市的姓名 他们并没有改变这两个国家 因为那时候呢,美国整体呢 就是美国人民,美国政治家 都没有认识到呢,这两个国家是非常邪恶的 就是人民是非常邪恶的 非常堕落的 就是说呢,你看阿富汗啊 美国人把他们建立好了一切 要多达几十万人的国防军 拥有着先进的美国武器 民选制度已经选举了好几届 但是呢,这些人之间呢 他是独自真诚的合作 他们在一起也搞选举 也会建立民主政府 也会建立国防军 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内心呢 都是既贪婪又无耻 所以说塔利班一来呢 他都想,那你去抵抗吧 一看没人抵抗 大家就一哄而散 所以说呢,他们本质上就是一批混混 就是一批混子,一批混子是不可能建立一个文明的社会 是不可能建立一个文明的国家的 只有呢,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呢,拥有 就是它的主流 是非常有坚定的信仰 坚定的信念 有道德 有愿意承担责任 像西纳人,古罗瓦人 像英国人那样 或者说现在像美国人那样 他才能够建立一种真正的文明 他才能够突破人类的 种种障碍 把人类带入一种新的领域 在巴勒斯坦 在阿富汗 在中国 在朝鲜 或者在越南 或者在伊朗 这些黑暗的深渊 或者在埃及 你不要对他们指望太多 要对他们有清醒的认识 要把他们呢 就当成了美国一些最落后的印第安保留地 实际上美国到现在都有很多印第安的亡国 印第安的亡国 所谓印第安保留地就是印第安的亡国 很多人难以想象到 这个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生活在美国 就是那些印第安的亡国 尽管美国政府给他们的钱呢 是足够他们花的 也就是说呢 比他们得到的福利 比美国人更多 但是他们拿钱来都是酗酒啊 吸毒啊 吃喝嫖毒啊 就给它花掉了 然后呢 什么东西都依靠政府 所以仍然过着堕落的生活 对于堕落的人民 对于堕落的这个族群来说呢 他当然是应该接受现状的 就是说呢 你不要把人类总是想得很美好 所以我有时候 我对那些大爱无疆的那些人 我就常常会告诉他们 我说曼哈顿也好 洛杉矶也好 都有成千上万的流浪汉 你去营救他们试试 你改造他们试试 你让他们过美好生活试试 那都是不可能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 你让他住在皇宫里面 他也很快把皇宫变成垃圾城 你让他住在皇宫里面